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话 没有啊 体育又不好 光会学习的感觉 剧场担当吗 孙永三年二班 孙永三二 孙永恶吧 孙永的那些 SY3R 这个最多的歌 Rise 青专 是真的一直在放啊 包括跟SWYK他们演一下 一二一还有放青专的歌 一个是一个超级张铁直男吗 他都用哪些行为特别长铁直男 就是他会很直接的告诉别人 他自己喜欢不喜欢 我喜欢就会输出行动 不喜欢就是完全不喜欢 他只要是一冲动的时候 直接把原铁锡抄起来就走了 这是直男的表现 太累了太心控了 你怎么才是高乐视 我觉得就是他有台词吧 比如说什么 虽然成绩也不错吧 长得也一般 其实他能直接的 把这种内心想法讲出来 对 那你自己有什么 标准的那种机会 小时候可能比较多吧 长大之后就没那么 不是 不是不是 对不对 不是不是 突然 不是不是不是 长大之后应该就 没有那么多的行为吧 因为就是一直在工作 然后就没有那么多 去跟别人打交的机会 展现自己那个样子吧 就本座你说 你知道自己长的时候 你有本吗 不知道应该有吧 之前呢因为还小嘛 18岁的时候 那时候总会觉得说 为什么很多人 会叫自己儿子 就当时不理解 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粉丝在我面前直接说 儿子儿子妈妈爱你 然后我当时直接说 不好意思我只有一个妈 然后我现在可能理解到了说 就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 大家喜欢这样 怎么舒服怎么来就好了 粉色成员还有男生有没有提到的意外 其实是不算粉色吧 因为我最终在被考的时候 疫情原因嘛 就上的是网课 然后后面也是没有在学校上的课 就自己在外面学的 因为我是网界嘛 所以就还是有不太一样的 他现在最大的时候 还有什么期待 期待选修课 因为选修课 一般会有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 看似跟自己完全搭不着边的专业 觉得蛮有趣的 比较期待 宿舍乐队 这个我特别期待 原来其实她是一个少年生 阿姨薪的美金代表 她有那些新闻都比阿姨薪吗 特别阿姨薪啊 我觉得她的口头禅就是只有 哎呀大家先上课吧 先上课再说 对 你口头禅不应该是 什么 你怎么来了 你可你怎么又来了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来了 叶锦西你怎么了 大熊你怎么来了 就挺好的 长得漂亮 然后演技又好 上一把说过了 换一个 对啊 然后唱歌也挺好听的 就说明她 那又可以做歌手 又可以当演员 对吧 对 哇哦 谢谢你 没事没事 大家都官方回答 哈哈哈 在这楼区演一个 表面子高的大笔 是一个体验 就很爽啊 话比较少嘛 我听说就理不解 其实很爽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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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前期挺高冷的 啊 就熟了以后嘛 熟了以后 那个放开了 就在一起 就会有什么 境外 如果你们的孩子 你要做建局大人 我们做一个老婆的话 或者是什么内容 抽奖 哈哈哈 凡事就从头看到尾的 就是过来微博 什么抽什么 什么几千块钱 或者抽个什么 这个好 这个好 而且其实真的 看了很值得 这里面真的有太多 就是大家的付出了 别的句 你一直就能吃个傍晚 但是看外科班长呢 这个例子就能吃一个三四五半 对 没什么呢 哈哈哈 没有这么便 那个人 就请下饭了 嗯 嗯 只是我干嘛 我你看我每天 我除了偶尔吃一次很多 因为他知道了 你都会指 你指女 你还 他那个角色 男女 应该就是这样 他那个角色 很有挑战 很想太高气 我没有 因为我这部戏的 这部戏的所有经历 都在挑战这个角色了 挑战得我有点疲惑了 学神这个事情 已经感觉很爽了 已经在体验一下 李克的学渣 哈哈哈 哈哈哈